李素德是一路查到一審被判 求刑十年 被判九年 他都還沒有金流 那他是判個春天啊 那李素德為什麼被判 李素德是被柯文哲移送的嘛 狐狸這五年來 幾乎定罪率是百分之百 那為什麼狐狸會現在變得那麼嚴重 始作用的是誰 那把刀 竟然是柯文哲開的 好 大家現在很多小時候 很多他的學生在講 這個是政治選派 這個不是司法選派 為什麼 你沒有查到錢啊 可是我看到你來這個所謂的臉書台 我才知道 原來考了半天 柯文哲以前就是這樣子去整馬英九的 柯文哲當時也想用所謂的圖利罪 將馬英九入獄 結果沒有 有一個李素德單下來了 李素德也沒有查到任何的金流 現在時光倒轉 幾乎一模一樣 我看到柯文哲被上告 帶去圖城告 其實我還滿難過的 你知道他十年前 就是同一天九月五號的時候 宣布參選台北市場 所以十年前後南科一夢 我就認識他這十年嘛 所以其實我滿難過的 所以我今天就是 也是很平靜的跟大家講 就是小草們冷靜一下 柯文哲不是錄個影片嗎 認真上班正常生活 不要再氣噗噗了 不要再講說 都沒有金流為什麼可以壓 不要再講這個了 你不要再管金流了 警察官跟法官 他根本沒有再跟你提金流 金流不明嘛 但為什麼壓他 因為他涉嫌圖利 因為他明知我被法律 我們就很清楚講 台灣人自衛條例第六條嘛 你們要看清楚這個狀況 不要在那邊生氣了 好 那我跟觀眾朋友講 那沒有金流為什麼壓 因為他涉嫌圖利 他如何涉嫌圖利 因為他明知我被法律 那你如果講說 怎麼可以這樣對付 柯文哲是政治破壞的時候 我就不得不跟大家講故事了嘛 因為我先前在我們關鍵這個 早就講過李素德了 李素德是一路查到一審被判 求刑十年被判九年 他都還沒有金流 那他是判個春天啊 那李素德為什麼被判 李素德是被柯文哲移送的嘛 李素德是被柯文哲移送的啊 李素德是被柯文哲移送的啊 把這個李素德是被柯文哲 2014年上來以後 他就公開透明 他成立一個廉政透明委員會 叫廉政委員會 是他創的 他找了好多社會賢達 王小玉就站在他旁邊 我等一下給大家看那個照片 我懷疑到端木正以前 也是他廉政委員會的 對 所以你就知道了 當時他創了廉政委員會之後 他在2016年的時候 查到大巨大案的時候 他認為這個東西 可能涉嫌獨立遠雄 有沒有金流 沒有 那他送了沒有 送了 送了以後 李素德跟馬英九都喊冤啊 那你當時也沒有金流 所以我就說 柯文哲怎麼會不懂 我那天有一次看他上直播節目 他講說 對啦對啦 圖立啦 哪裡不合法 我真的很驚訝 我在想說怎麼會這樣 圖立啦 對啦 當你這個論述往後 在檢察官一樣或一神一號 我覺得對他不利的 因為等於他好像認證 口述上說我是圖立啊 因為他們講說 圖立這五年來 幾乎定罪率是百分之百 那為什麼圖立會現在變得那麼嚴重 罪倒的始作用的 因為以前的圖立 定罪其實不高 大概三成 從阿伯開始搞了大巨蛋之後 圖立罪的定罪率越來越高 到了這幾年 定罪率是百分之百 始作用的是誰 那把刀 竟然是柯文哲開的 以前的圖立罪 因為很難認定 而且大家搞不太清楚 因為收錢其實確實 沒有錯 收錢的話 如果貪污罪 第四條 這個是違背指數十年以上 那就是第五條是七年以上 這兩個是有收錢的 沒有收錢是第六條 現在目前就是第六條 那你要知道 現在目前大家看起來 馬英九那當時是八年前 2016被送的時候 他就是認為 你圖立了遠雄 讓遠雄有獲利嘛 那是植物上 你看右邊這邊有寫到 剛剛那張的右邊 他就告訴你第六條是這樣 那當時馬英九 跟李樹德被送 大家會講 為什麼我前兩天在 我們關鍵室各位跟大家講 他能全身而退嗎 機率是存在的啦 雖然這個看法 吳董是覺得 絕對特董啊 但我覺得 他的機率存在的原因在哪裡 斷點必須出現嘛 我給大家看一下 剛剛講遠雄的大巨蛋對不對 當時是誰送的 是柯文哲 所以不要再講 柯文哲不懂什麼叫圖立了 你是廉政委員 好還有人講說 那關柯文哲 什麼是王小玉委員送的 王小玉委員 他的那個廉政委員會裡面的 召集人是誰 就是市長柯文哲嘛 所以市長柯文哲 開會決定要把他送 這個廉政委會把他送辦 就是以徒弟罪嫌 去送馬英九跟李宿德 而且剛剛講 現在的定罪率是百分之百耶 去年啦 就到了2023年的時候 因為越來越高 從以前的這個五成以下 然後到了八成 現在已經百分之百了 那我不是說 這個柯文哲這個案子就一定倒 我跟大家講 總是大家想說 有沒有可能他沒事 有沒有可能 機會非常非常低 唯一的可能就是 就是彭正生 今天早上 我被審計機嚇到 戴個帽子 身上非常萎靡 做個輪椅 然後被全身抽搐 抽搐說 我好像身體有問題了 然後說腦袋有不正常的放電 腦袋有不正常的放電 趕快去吧 做電腦斷層 就電腦斷層之後 馬上就會把他送回看守所 送回看守所 馬上送回到牢房 結果他現在靠 那個 剛剛講 抗告會駁回 抗告會駁回 然後高遠直接講 你雖然今天有介護就醫 但你的身體狀況 沒有嚴重到不能激壓 保良哥今天是我們講 沈靜青跟北浅之間 一場生死豪賭 生死豪賭 講來就八個字 就是要錢沒有 要麵條 拿麵來搬 他直接拿了命 來跟我們講北浅相伯 結果高遠理不理他 不理他 完全不理他 高遠就說你的身體狀況 沒有什麼重病嘛 我跟你講你的命 我不收 你要愛就拿錢來往 他已經77歲了 而且他77歲 聽起來他的身體狀況 本質沒有很好 沒有很好的狀況下 今天還抽搐了耶 換你一次 現在我們講高遠跟 我們講北浅要的是什麼 我跟你講你不用囉嗦 我就是要逼你把金流交出來 為什麼這個金流至關重要 保良哥 現在柯文哲請問一下 確定的 我們講鞏固的證據是什麼 土利 土利罪鞏固 但緊接而來 包括我們講的 你仔細看這個申請書上說 檢察官呢 對於這個實質上 刑事上 已經符合土利罪的要件 但柯文哲有不明來源財產 而且共犯一小位跟沈青青 行賄有不明去向 換一次他在逼他什麼 把不明去向交代清楚 對咬出來 到底這個金流有沒有到柯文哲 到底你有沒有行賄他 進而把原本罪定本刑 第六項我們講的 五年以上的土利罪 衍生成什麼 進階層什麼 十年以上到 無期徒刑的收賄罪 因為當時有講說 當沈青青這個計劃成案子 過了以後 他論公刑賞 論公刑賞是透過 印小微去分配 在印小微分配的時候 剛好柯文哲的配偶 柯文哲的子女 這個帳戶 都有不明的資金進去 他現在兩筆錢 我要勾計在一起 兩筆錢要勾計在一起 關鍵就在沈青青 沈青青知不知道 知道他想不想土 不想土 結果今天我就說 我要保衛救急 我已經活不下去了 我已經全身抽去了 可是沒有想到 高院直接駁回 而且沈青青坐著坐全套 為什麼 坦白講高零七十七歲 就算今年在那邊抖 都在說我去做電腦斷層 然後你說可能假的吧 可能演的吧 但不對喔 我們講 北檢跟高院都有風險了 因為他年紀真的太大了 那裡面溫度那麼高 這樣一直呆著 會不會到時候 真的我們講 關出病來了 很有這個可能喔 真的假的 雙邊都在豪賭嘛 就沈青青青賭說 你確定喔 我就是不把錢交出來 那高院也在賭桌 沒關係 我知道你可能會有危險 但我就是要把你 畢竟你把他交出來 所以你看喔 不只是我們講沈青青 包括吳順明 包括彭震生 現在都被抗告駁回 而就連殷小暉 提出抗告 我坦白講 保證哥 很難 非常難 而且今天不是沈青青 彭震生的抗告 其實他的理由也是一樣 我的身體不好 你讓我出去 我絕對沒有逃亡治癒 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 你現在犯的是 本刑五年以上的罪 而且你已經有 淹滅證據喔 我剛剛講 他已經確定 彭震生有淹滅證據 勾串這個證人治癒 他講說聚保折付都不來 重也也在這裡 彭震生也講 我的身體狀況不好 沒有喔 你的身體狀況 沒有罹患重病 不能其他的狀況 也就是 現在不管彭震生 不管你沈青青 你都不要告訴我 你身體不好 你這個壓 你壓定了 沒有在跟你開玩笑 各位你仔細看 沈青青青今天多麼淒涼 他坐著輪椅 然後呢 根據目擊者的說法說 全身一直這樣 繞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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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 很可怕欸 然後你知道醫生 直接跟你講說 而且你知道嗎 他的抽搐是真的 因為每個看守所 都有醫護士 如果這些醫護士裡面判斷 我們不能治療 他才會送到外面的急診 當然為什麼 因為抽搐 我們這個急診醫師 直接講了 第一個 他很有可能是 猝死之前 腦部不正常放電 再來呢 有可能是癲癇 這兩個都會致死喔 只有唯一一種 第三種可能是說 他太過於焦慮了 所以一直 過度換氣 但你想想看 今天包括江振玉 包括林敬遠 包括郭建玉 這個專門真的虛擬貨幣 所有檢察官到位 他們鐵了心 就是要你把案情給交代清楚 否則絕對不放你出去 所以 今天你就在 剛剛講的 你有生命之餘 我只要去繞電腦斷成 你只要 你能夠羈押 我都要押到底 那也就告訴沈青青 你死了那條心 你不要想交保 這個保外就醫 你也不要想 能夠出去了 當然為什麼 因為我們舉一個過去成績的例子 陳定男我們大家叫他AKA陳青天 當時陳定男就辦了一個非常轟動的案件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時任黃任忠這個人 他是一個欠稅大戶 他是股市非常有名的人 結果欠稅欠了多少 14億 結果幹嘛 直接把他裁定的管收 也是一樣被收到資金刊所 結果送去之後 他這個情況比陳清清還嚴重 你知道他那時候怎麼樣嗎 他有糖尿病 然後最後呆子呆子呆的 因為受不了了 就直接引發敗血症 正是他當年 這個意氣風發的樣子 結果進到牢裡面你看什麼 全身都發黑了 這個跟陳清清一模一樣的故事 那想要講的 現在因為經過昨天的這個所謂的 激壓境界以後 已經非常確定 已經鞏固了所謂的 圖利罪的事實 鞏固圖利罪的事實 剛剛講 搞了半天今天出來了 為什麼這麼鞏固 你不是沒有新市政嗎 結果是 柯文哲自己大嘴巴 保證我們常常講 你會讓你去去嘴 還是你知道嗎 這句話是真的 因為柯文哲就讓他去嘴 還是啊 底下許多公務員不斷的提醒他這件事情 所以柯文哲就叫 明治不可而為之固犯 但是呢 他仍堅持要這樣做 而且貫徹他的意志 固然若皆 虎以最明顯 結果呢 還導致我們講的 共犯省慶金 也就是現在被壓著 想要在那邊抖著抖著 抖出來的那個 獲利兩百多億 所以按照燙戶制的條例 第六條圖利罪 最嫌重大 歡迎知柯文哲 為什麼會被壓進去 就是因為自己講的太多 自己講的太飽 才給了檢方 我們講給了我們院方 這個所謂的有可能會滅政 不誠實的這個原因 因為你咬得太死了 你說你連八百四都不知道 八百四到今年三月四月都才知道 這個時候你就給檢方 因為講 你有很好的標的 我也有很好的攻防的這個標的 很簡單 今天第一個 他就要把苗伯耀 當時質詢他的東西丟出來 第二個 把他的六次的簽名 給弄出來 接下來 去證明你早就知道這些事情 把三項鐵證丟出來之後 所以從這三點可以證明到一個結論 柯文哲早就知道 柯文哲積積極參與 柯文哲全程都涉入在裡面 甚至明知違法還為之 而最後導致的結果就是 羈押禁見 讓他現在在裡面蹲 所以剛剛講的 譬如說那三項證據以後 他講不爭辯所謂的事實 就是苗伯耀德你不能爭辯 那六個簽名你不能爭辯 那個便當會你不能爭辯 這三個不能爭辯 就證明你早就知道 八百次的這個所謂的內容 知道八百次的內容 就說你說謊 說謊你就是明顯徒例 所以你明知違法 执意為之 這個罪就框在你的頭上了 好 那瑞德 剛剛講的 今天三個被告 全部抗告全部被驳回 抗告被驳回 你說這個東西非常嚴重 而且這個是非常嚴重的指標 這個代表 阿伯你現在想要抗告 根本沒有機會了 還有今天如果沈慶金 還有彭震生 如果真的沒有把事實 交代得非常清清楚楚的話 你真的就不要想出去了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印曉威所提的抗告 也會駁回 那麼這四個人駁回了以後 那麼我會奉勸柯文哲 不用再找律師抗告了 為什麼呢 就算抗告一樣駁回 就駁回 駁回了以後你要知道 高等法院 因為直接都會在 第四項的這個聲明裡面 直接寫 本案不得再抗告 你就不能再抗告 你就在裡面 至少要待上兩個月 一次兩個月 地檢署檢難關 必要的時候 再延壓一次四個月 不好意思 你們可能都要在台北看守所過年 不要說中秋節過不去 你們可能還要再過年 然後頂多再來起訴的話 各位要知道這個案子有多大 所以起訴的話 法院可能延壓一關 就跟昨天那個女記者講的 那麼主席你現在不開記者會 以後可能沒有機會開 沒有機會了 你再出來運氣好 讓你交保 像鄭文燦一樣可以交保對不對 運氣不好 你可能一直關關關關 關到民國幾年 不但因為法院可以無限制的延壓 一次幾個月幾個月一直延下去 我告訴你喔 阿伯克文哲在一個 嫌台北看守所的後審室 不是這個整個環境不好嗎 很糟糕 你要知道很糟糕的後審室 整個大台北地區天氣特別熱嗎 好悶熱 你在那小小的一個 台北看守所的牢房裡面 關了三個人啊 你知道文天祥正氣科裡面 有個人氣 你知道嗎 什麼叫人氣 你全身的汗臭 體臭 腋下的那個味道 包括你的香港腳的味道 全部的味道 還有旁邊你的馬桶的湊氣 你以為馬桶是湊水馬桶 無限制的這樣湊來湊氣 不是嗎 當然不是啊 你用的水有一定的這個 你們看旁邊有個大的那個水桶嘛 對 你的水 你的什麼東西 都有一定的量 所以包括沒有冷氣 只有一個電風扇 現在還有電風扇 以前連電風扇都沒有啊 你知道那裡面的環境有多差嗎 那個環境的差 不是你阿伯口中所嫌的 什麼台北地檢署的後審室 那個一個在天堂 一個在地獄啊 那還是天堂地獄 我跟你講 他一定受不了 三天就受不了 為什麼 你看彭政生就好了嘛 你看審慶慶就好了嘛 才短短幾天的時間 你連一個禮拜都沒有 可是我覺得北京太狠了吧 你今天都已經坐著輪雨 然後我想 他說全身抽搐 全身抽搐總不是假的吧 全身抽搐都說 你沒有罹患重症到不能積壓 你要到保外就醫的條件 必須要怎麼樣 已經到生活不能治理 比如說你中風了 你今天如果中風了送出去 而且正式就中風了 就有可能解除 積壓給你改中保 你說要生活不能治理 可是你要知道 沈慶慶七十七八歲了對不對 然後養尊取由大老闆一輩子 然後彭政生當副市長 也沒有遇過這樣 他還有慢性病嘛 對 可是你身體不舒服 跟你有慢性病 跟你沒辦法適應 不好意思 跟我的積壓藥件 完全不一樣嘛 我就被關在裡面了 你以為柯文哲很厲害啊 柯文哲連一個 有冷氣的後審室 回去以後都 控制一大堆 你忘了他的民眾黨 副秘書長徐甫說 這個我們應該要來改善 這個後審室嘛 我會建議啊 阿伯關一關了以後 民眾黨反正那巴西 沒用的不分區立委 你們就來討論全國的 看守所跟監獄的 相關條件的改善嘛 很簡單嘛 所以事實上關進去 現在又是台灣最熱 這兩天都是三十七八度 在裡面那個悶 那種悶的對不對 心情的鬱族之外 還有悶的 還有很多小草會誤以為說 昨天晚上的菜單 因為你現在上網去看 可以看到台北看守所的 相關菜單嘛 對 大家會講紅燒豬腳 還不錯啊 還不錯對不對 不好意思 各位三十幾年前 我在特種部隊 小弟我幹了半年的火尾跟採買 我每天開出來的螞蟻上述 聽起來都很像川菜 真這個菜名都是這樣 但是等到真正你拿到餐盤上 喂 怎麼螞蟻上述 就跟鬆水一樣 這是螞蟻跟那隻螞蟻 這真是火嘛 火紅火蟻 怎麼不一樣啊 不是各位 那個開出來的菜單看起來都很好 但問題是 獅子頭是獅子頭 等到端上那個壽型人的那個獅子頭 是不一樣 沒有你想要的那麼好 爛的 像餐廳一樣沒有那回事啦 因為我們所有的這個監所跟看守所 它每個犯人每一天每一餐的這個速食費 都是固定的 所以呢 大鍋炒你看到沒有 大鍋炒大彈子 一次要煮給幾千個人吃啊 怎麼可能在這種環境下 檢察官那麼很簡單已經告訴的 意思就是你想交跑是吧 和盤拖出 五點證人 馬上交跑 好 所以淑慧 剛剛講的 現在這個院檢雙方 院檢雙方態度已經越來越清楚了 而且今天高院也駁回了 剛剛講 包括沈慶晶 包括彭震生 包括吳順明 現在接下來看起來 易小威的抗告也會被駁回 這個態度已經很清楚了 今天如果坦白從寬 抗拒從嚴了 對 我們看到地院的兩次的裁定書 先不要講他對柯文哲的態度 兩次不同 可是他們對金華城的 這個不法利益的態度是 兩次都是確定的 兩百億 一次是一百多億 一次是兩百億 所以地院的新政啊 不同的法官 對於金華城 第一個他是不法利益 這件事是確定的 第二個認定的不法利益 越來越高了 為什麼從一百多億 變成兩百億 我跟大家講 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之前我們一直只認定說 這不法的利益是20%的容積獎勵 這20%的容積獎勵 大概涉及五千多瓶樓地板面積 每一瓶市價兩百萬 就大概是一百多億 但是到了上一次的地院的 裁定書裡面 提到說不法利益兩百多億 這是認定說 金華城整個都市計畫法 自提的這個都市計畫書 全部違法 也就是包括說 連榮儀的部分都是違法的 連這百分之三十都違法 所以才會高達兩百多億 也就是說 現在的地院的新政是 整個科事府 通過的那一整套 金華城依都市計畫法 24條自提的都市計畫書 現在都認為是不合法的 這是第一個地院的新政 那我想未來就算正式 進入司法訴訟程序 換了法官 我覺得也不會改變太多 再來那一天我看到 柯文哲的律師 布出法庭之後 臉色凝重 而且講了三個字 講這三個字就像是醫生 布出手術死後 你說盡力了嗎 對 臉色沉重說盡力了 大家想看這個畫面就出來了 就很像醫生 不出手術室 然後家屬很緊張 圍著醫生說 怎麼樣… 醫生說我盡力了 這通常就是 沒救了 狀況很嚴重 我們不要說沒救了 狀況很嚴重 因為大家還記得 之前在偵查的時候 那個律師還恰恰恰的出來說 怎麼可以以A案問B案 怎麼可以12個小時的問目渴 所以如果說在那個偵查庭裡面 在那個積壓庭裡面的話 北檢出示的證據如果不夠齊全的話 這個律師可能會出來就開始說 不夠齊全啊 怎麼跟第一次一樣 怎麼有這麼大的差 他可能就會跟著黃國昌一樣 他們在抗議 對 可是大家看一下喔 這次克文哲這只有三個律師耶 三個律師都點點耶 都沒說話耶 然後就是政治人物在那邊講政治語言 可是三個律師之前不是法官就是檢察官 三個出來通通不敢講話 唯一敢講的只有三個字叫做盡力了 然後接著臉色沉重 那代表什麼 這三個律師完全知道 在積壓庭裡面 這一次北檢拿出什麼證據嘛 拿出的證據是第一個 柯市長不得不承認 所以裡面的裁定書有寫到說 柯市長已經坦承部分事實了嘛 第二個是這個裁定 這個這次北檢出示的東西 是連三個律師都沒有辦法 在幫柯市長辯解了 所以只有臉色凝重的出來 跟大家交代說 我們盡力了 我們盡力了 所以我覺得即便在提抗告好了 結果也不太 我覺得也不太會變的 那出不來了 我覺得不太會變的 因為今天看到 我們高等法院對其他的被告 快很準耶 那個抗告書一送進去 你根本沒有發回重新更審 直接就是駁回了耶 代表說連地院也好 高院也好 認為這個案子 第一個犯案 這個嚴重程度非常嚴重 然後不法利益十分龐大 而且這些人涉案程度非常嚴重 隨著這個案情的發展 易小威的角色是越來越清楚了 易小威的清楚在哪裡 原來今天他也提出抗告 他的抗告被駁回 抗告被駁回裡面 剛剛講到 裁定說到易小威收到現金 就積極幫金華城陳情 而且金華城的訴求 在2022年11月1號 如願以償 這個11月1號 剛剛什麼 就是那1500萬 就是那1500 1500之後 易小威就密集在當月收到了4500萬 如果來到這個代表講 這4500萬 跟那1500萬是沒有關係 那又是利益把一比賬 而且現在又查出來說 這比賬剛剛講到 易小威在這個所謂的論功行動 昨天不是在這個所謂的 收押境界的財地書裡面 還特別提到說 實質上 柯文哲已經因為有不明來源的財產利益 在共犯易小威分配 共犯審慶金行賄款項不明之際 於是共犯審慶金行論功行賞之際 有不明的帳戶 匯到了柯文哲的老婆跟子女的帳戶裡面 現在這些數字 越來越兜起來了 本來跟所有的金流 現在開始都勾集起來 而且現在明顯的減掉 他只要追半一件事情就是 脫離罪 我已經放在旁邊不管你了 我就是要追金流 結果沒有想到 當時大家覺得 跨印小威不定 沒有 他是這個案情裡面的關鍵角色 他是分配者 對 他就是分幾年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你仔細看 他就是朱宰榮 對 你仔細看為什麼是朱宰榮 第一點 他說印小威有先收到現金 所以不要誤會 他已經有先收到現金 然後再替什麼 金華城申請 最重要的是金華城申請 他寫2020年11月1號對不對 但我們講要抓建照 也就是我們剛才再三強調的一個結束點 也就是在10月18號那時候 金華城拿到建照 結果沒有想他說沒有 印小威馬上開始 把這個4000我本來拿到 而且拿到之後 不是作為極用是開始幹嘛 開始分 這是後屑 開始分 所以他們說後屑裡面 事實上檢調到底現在 掌握到多少的金流 多少的人事證 我們根本不得知 如果你從這個數字看起來 血流成河了 這個數字看起來 他不會只有柯文哲 因為印小威在這個建照發放之前 已經拿到了現金積極的陳情 現金陳情我在拿到建照之後 這個1500萬進到柯文哲的帳戶裡面 他又拿到了4500萬 4500萬這是什麼 這是後屑 對 寶樂哥你懂了 錢金這個要幹嘛 打通關嘛 我講白了 我沒有先花點銀兩打通 疏通疏通 你們這些人會幫我完成嗎 如果沒有完成 會有後面的後屑嗎 所以換你錢金這一段 各位我們都還不知道 到底給了多少人 而後屑這一段 最詭異就是 好 4500萬我知道你要後屑 我也知道當中有3000萬 你分給誰 寶樂哥你要仔細聽 3000萬還是要分給誰 他說我只是不知道1500萬給誰 對 這代表其他3000萬確認了吧 如果我這麼清楚的知道 印小威有4500萬 你在台灣目前的狀況下 這4500萬要留到誰的口袋裡面 一清二楚 對 所以代表說 我現在就是要追這個1500萬 而且追這個1500萬過程當中 我剛好發現一個 我們剛才講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也就是在上一個法官 也就是我們講 呂正彥在裁定的時候 他就寫得很清楚 印小威本錢 他也確認這件事情 而且柯文哲有來源不明的財產 而且我都不知道 如果說按照這個所謂的 來源不明財產 有可能第一個 他講的是帳戶裡面的金流 第二個 這個法官也有看到 那個奇怪的帳目1500980 奇怪的數字 所以代表他認為說這個有問題 而且共犯印小威在論公刑場 也就是說 他在分錢的時候 後期的時候 剛好你扣文哲的子女 以及帳戶 還有他太太 都有收到這個錢 所以保證你知道為什麼 今天印小威抗告 注定成為枉藍 絕對會被駁回人 所以我們剛才講到的 他們現在在講 一定要把印小威這個關鍵的金流突破點 給繼續給壓去 因為只要他開口 包括審經濟開口 後面就會炸彈開花 而且開出來的花 全部都是掰花花的照片 而且你說你現在如果回過頭來 看昨天的法官的裁定書 誒 自自珠基 怎麼自自珠基 剛剛講 他不是講 剛剛瑞德有講 他說 柯文哲對於自己掌握的帳戶 彼此的金流 掌控支配巨細迷移 環環相控 精明幹練 有可能跟用印之前不知道嗎 關鍵在哪裡 是透過什麼知道的 扣案手機的對話截圖 這個扣案手機對話截圖 他沒有講說是柯文哲的 那是誰的 易小薇的嗎 這個所謂的 沈七雞的嗎 這個朱雅虎的嗎 不知道 還是李文中的嗎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因為各位仔細看 什麼叫金流要掌控支配 錢就進來就出去 我有錢就花 那不就是這樣子嗎 不對 代表說 因為柯文哲不只是只有一個帳戶 他有123好多個帳戶 可能這個錢在裡面調動 而且他是下指令說 你這部分比如說 500拉過去 這邊200過來 這邊過去 這邊東拼西湘 再來環環相扣 我代表每一個帳戶 每一個金流 甚至是跟他對照組來訪 他很清楚說 我要把這個怎麼樣的勾跡 怎麼樣的過去 東以西螺 乾坤大螺以金銘幹戀 換言之 這個法官就已經在暗示 柯文哲全權掌控他的錢 而且對他的錢 鉅細鳴疑 如同我們剛才看到 維安哥幫我們介紹那個NG149 拜託 我剛才看了老半天 我想說你到底在寫什麼 有夠複雜 你就知道 柯文哲 他絕對是智商157 而且他是操弄玩弄 金流的大師 所以才嚇死了 難怪待會兒講 他寫的那個簡訊說 現在木可的賬戶資金 都在檢調手上 真正的大事還沒有來 對 那時候我們大家 還擺視不得其解 跟你談金華城 你跟我聊木可 現在搞懂了吧 為什麼柯文哲說 哎呀我慘啦 我跟你說我真的害怕了 總統專戶跟木可 絕對被插出來 我就慘了 因為所有的大祕寶 通通都在裡面 所以玉柏 抓到大祕寶了嗎 對 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齁 這個東西如果出來之後 只要證明說 他不是下午3點鐘 這個東西出來之後 我相信小審看到 他應該 頭卡就暈了 應該就暈倒了 已經不是抽出的問題 就是暈倒了 為什麼呢 在這案子裡面 最重要的兩個人 其實就是審慶金 可是審慶金是相對的 如果真的有行賄 他是行賄的人 那易小偉很重要 因為他可以告訴大家 錢是怎麼分的 可是為什麼到目前為止 審慶金寧願抽搐 寧願昏倒 寧願去看醫生 他也不願意 不願意招招 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他的經濟狀況 其實沒有大家想像這麼好 所以如果真的 在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把它連結起來了 你主要的時間地點 11月1號 如果金額真的是1500萬 如果易小偉已經說 對1500萬有透過他 流出去的話 計劃神可能不能蓋了 如果不能蓋的話 陳慶金他的希望就沒了 他的希望就是 我停過兩個月加兩個月 出來之後 我還是網 我還是拿錢 他現在所有的風暴的 最後能夠脫困的 就是他的清華廣場 對 包括跟他講的 你的逃出影員有賣嗎 沒有 你的所有的人有賺錢嗎 沒有 你現在只有靠這個 所謂的清華廣場翻身 如果這個東西被扣了 而且現在有台北市議員說 你要給他停工了 他一停工 小省就掛了 對 小省的案子都是一個堆疊 一個堆疊一個 你知道嗎 其實逃出影員 他真的想賣 但賣不掉 賣不掉怎麼辦 沒有關係 只要金華廣場 1900億能夠翻身的話 那逃出影員 你就放著 放著在 你知道他已經幾年了 他已經五六年了 你再放25年 小省都幾歲了 然後呢 在過去來講的話 這個東西 其實他的土地 還是有價值的 所以重點就是 如果真的 金華廣場停工的話 我覺得省契金 他就會投降了 好 主委 今天把應小為拉下來 還有一個是 你就發現中間 檢調有問題 他為什麼講檢調有問題 就是說 在案件搜查之前 應小為在8月27號 預計從台中機場出境 北約認為有合理懷疑 應小為有管道探知偵查秘密 躲避本案訴求追究 潛逃的事實 代表現在 院檢之間 檢調之間 他們還有內線呢 其實從鄭文燦的案子 到這次金華城的案子 我們都感覺到 就是有一些厲害的人 他好像就會提前得到消息 譬如像柯文哲也是 為什麼這個陳佩琦 去成立了自咬以後 又突然收到封 說我先生告訴我 有人要去告發我們 所以他就趕快去把它 停掉 奇怪有人要去告發 怎麼會視線去告訴柯文哲 然後又讓陳佩琦知道 總不會是我要去告發柯文哲 我還先去跟柯文哲 所以佩琦姐姐趕快去把它處理掉 那這個當然對於檢方在偵辦 金華城這個案子的時候 是會遇到很大的困難 我們知道金華城涉及的人 太龐大了 從公務員 從都委 從沈慶晶 從柯文哲 而且柯文哲他是一個政黨 他不是一個普通人 他這個政黨下面還有巴西立委 這巴西立委裡面他還可以隨時到司法委員會裡面 去要求你們把這個檢察官 檢察長你來給我解釋 你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要那樣 他也可以隨時去檢調 釋調從這邊去要求說 你現在為什麼要這樣 所以檢調人員在辦這個案子的時候 壓力是很大的 所以當時為什麼 現在都傳出說當時是倉促的趕快去辦 小薇姐 小薇議員 他為什麼會提前要知道 提前要走 是誰給他的訊息 是來自於檢調 還是來自於沈慶晶 還是來自於柯主席 我現在不得而知 說不定他的消息不是來自於檢調 他只是一個市議員而已 他的層級有那麼厲害說 我的內線我只是一個市議員而已 結果檢調買我的帶給我 你有檢調的內線嗎 沒有 我只有檢調會 中秋節給我一盒鳳梨書而已 所以是不是 是柯 或者是沈主席跟他講說 你趕走你趕走 因為他是中間很重要的金流 還有消息的傳遞的這個來源 因為他要走才逼得我們這一次 北檢這個專案小組要提前發動 對 好 所以瑞德 剛才講的 這件事情 英小微的角色越來越清楚 而且剛才講的 現在如果查到這個點 查到這個部分 那柯根本就跑不掉了吧 沒有錯 因為呢 那麼至少到目前為止 圖利的部分很難 要不然現在也不會壓在裡面了嘛 所以呢 圖利的部分呢 那麼柯文哲必須去解釋 柯文哲就是自己太聰明 他還自以為是認為自己智商157 所以他認為 你忘了他下那個條紙說 公務人員不做勞為原則嘛 對 所以他自己就 自己就知道自己在打擦邊球嘛 對 但問題圖利的部分就是 構成要件就是 違背法律 法律沒有允許 你可以這樣平白 無故送人家精華成200億的 這個等於說容積率嘛 那你又這樣做了以後呢 事實上 告訴各位 今天那麼又有新的波蘭對不對 對不對 那下個禮拜搞不好還有一些波蘭 還有 為什麼呢 怎麼可能我問你嘛 問你最簡單的一件事嘛 請問金華城在什麼區 在台北市的松信區嘛 請問殷曉貴是哪一區的這個等於說議員 是台北市中正萬華區的議員 中正萬華區的議員 要勞過界來到松信區 去管這邊的金華城的相關的容積率 那你認為當地的議員會怎麼樣 我是一個今年七月十七號 跑了三十七年的社會記者 我就嗅到不太對勁 為什麼呢 就跟我們記者的轄區一樣嘛 跟我們跟月峰葉的轄區一樣嘛 我如果是跑這個轄區的記者 然後有別的轄區的記者 來我的轄區 我會怎樣 我自己本身 我這樣眼睛眼巴巴 看著我會怎麼樣 會不會還有其他的政治人物捲入其中 會不會還有一些大咖的政治人物捲入其中 我們繼續ING 繼續期待 這件事情不是阿伯進去關了以後 就這樣算了 沒有檢察官跟這個廉政署手上掌握的東西 超乎我們的想像之外 要不然的話我問你嘛 那麼要不然朱姓男子為什麼出現在高等法院相關的駁回的 裡面出現三次 我們本來都以為 他不就是一個要來查4300萬商辦的一個 等於說人物這樣而已嘛 為了保護他 你知道證訊完畢以後 還特別讓他那種求車道離開 怕被記者給堵住耶 所以你就知道 檢察官跟這個聯政單位呢 事實上手上的東西超過我們的想像之外 繼續辦下去 我個人贊成 繼續辦下去 不管是誰 不管有貪裝王滑或者是收錢舞弊 辦下去 辦到所有的人全部掃光為止 今天是9月5號 今天對柯文哲來講 當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不但是今天 他收押禁件 戴上手銬 坐上球車 進到了土城 更重要的是 你知道 10年之前 是柯文哲時代的一個開始 10年前 2014年的9月5號 他當時登記參選 與民有約 簽了一個公民憲章 當我們看到他這張照片 他的太太 陳美琪 他的媽媽 還有他的總幹事姚立民 都在這個地方 當時大家以為說 我們換來了一個新的時代 我們相信會改變成真 沒有想到 十年難科一夢 十年來居然這麼的 龌龊不堪 今天我們跟他講的 這個地院的 這個裁定書 已經完全坐實了 柯文哲的一個罪名 他不但是說 他執意為之 明知為把 執意為之 而且貫徹意志 徒利的事實非常明顯 而且在金流上面 當沈慶晶論功行賞的時候 他的太太 跟他的小孩帳户 帳户裡面 有不明的來源 對他來講 更難堪的事情是 眾判清零 所以宇炫剛剛講 今天剛剛講 眼看他這個平地起 眼看他起高樓 眼看他彥民客 現在眼看他樓塌了 把他看到這次不善唏噓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先看一下 這是十年前的柯文哲 當時他的頭髮還是黑的 而且旁邊有誰 第一個叫做姚立民 結果現在姚立民變成是什麼 變成是司法院副院長的候選人 而且姚立民問到說 你要怎麼處理柯文哲案件的時候 他露什麼 露出陰謀的微笑 曾經何時 這個當時站在那邊立體他人 變成了大顆黑 曾經何時 當時在他旁邊 年輕的陳佩琪 如今變成了什麼 第三夫人當不成 變成第一女車手 曾經何時 這個柯媽媽就是 我兒子 哪是讓人 你老闆說的 連說的把你抬 結果寶貝哥 今天雷公有想嗎 沒有 沒有今天 晴天萬里大作 而當時的柯文哲 講著跟大家講說 公民獻章 各位 就是這樣 十年前眼見他樓齊 眼見到他 十年後 柯文哲竟然 淪回了階下球 而且淪落下的下場是 所有原本在他身邊 戰友以及夥伴 以及共同奮鬥打拼的對象 通通重判清理 全部反叛 因為今天有一個非常關鍵事 今天我滿想說 你都在查金華城 可是在查金華城的時候 為什麼有一個人 被列為被告 那就是說他五十年的好朋友 全力信任的李文中 他竟然被列為被告 被告什麼被告 背信的被告 我們知道 柯文哲現在已經坐實了 他的圖利的罪名 圖利的罪名五年以上 但是這個地院的裁定書 你也非常清楚的 這個接下來 就是有沒有行為 因為整個計劃成 兩百億元的這個金額 兩百億的圖利的金額 你怎麼可能沒有金錢往來 特別是在 易小微在分配這些金錢的時候 他的小孩跟他的配偶 帳戶裡面都盡了錢 但是最懂 柯文哲錢的人是誰 就是李文中 李文中進來了 而且連李文中的妹妹 都咬他哥哥了 大家不要忘記了 李文中是什麼身分 李文中柯文哲聲稱說 他是認識五十年的好朋友 而如今這個五十年的好朋友 都反過來反咬他 怎麼可以反咬法 第一柯文哲 我講白講他也沒有道義 他說我跟你講我李文中 世人不明 結果李文中當然翻臉了吧 為什麼第一時間他跟你講說 我很負責要跟大家報告 我全部不知道對不對 全部不知道之後 現在不是喔 是李文中 李文娟這兩個掌握柯文哲 金庫的 為什麼他會被薪水報 你跟我分兩個城市 第一個叫做什麼 第一個叫做掏空擋產 換言之掏空擋產的部分 恐怕李文中的糟了 但我跟你講不只他背信 柯文哲會不會有問題 有喔 他等於交代說 對 我跟你講 總統專戶擋著錢 包括這些小草的錢 我是怎麼樣拿給柯文哲的 所以你說 金華城只是一個敲門磚 他只是一個起身炮 接下來剛剛講的 你有北市哥 你有萬大國在市場 你有這個所謂的轉運收心 更可怕的是 你那整個競選活動裡面的 所有的爛賬 現在要一筆一筆翻出來了 當然 柯文哲最可怕的是 錢會咬人你知道嗎 錢也咬人 現在李文中就是這個錢袋子 如果說你試想看看 今天他們掌握所有 木可公司的金流 包括到底該來的不該來的 現金帳目上的通通都有 來 你看喔 接下來是什麼 就是這個嘛 所有一筆一筆都串起來 因為現在連神經金跟應小微 也都很有可能繁咬喔 我們現在說不知道的金流 只有4750萬 其中有1500萬 不知道趴在哪裡去 那我來跟妳想想看 如果說是現金呢 我們講的都是帳面上的金流 今天如果這個現金 剛好跟李文中這兩邊 一搭一搶 沈欽欽哪天關到最後 擠壓到外面受不了了 也跟著繁咬 那會出什麼狀況 所以你明明在查金華城 你幹嘛把李文中給搞出來 你說現在最有可能是木可公司 跟金華城之間有什麼關聯 大學哥不只是木可公司 如果說金華城案 北四科案 甚至我們講台字光 低於國菜市場 還有南港BOT案 這些所有跟沈慶晶 以及星光有關的B案 他的金流 你想想看 柯文哲信任的權值這麼小 他說他是50年好朋友 如果最後萬流歸宗 全部都在木可公司 全部都在李文中那邊 那請問一下李文中會變什麼 而且今天在地院的 這個所謂的裁定書裡面 有一個關鍵的字 席約 席約就是我還沒有發聲 我在所謂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期約就是未來我會給你這筆錢 你有講好怎麼給嗎 為什麼柯文哲非要選總統不可 你要非要選總統不可 你非要搞個木可公司 跟今天地院裡面寫的那個期約 有關係嗎 當然不只是木可公司 還有什麼各位不要忘了 治療公司 這才是最大的關鍵點 如果說只有木可公司 那這兩個人可能還牢牢不可破 因為他們是50年的交信 但今天出現一個治療公司 那反而是一個最大的關鍵點 為什麼 因為代表你柯文哲想要自己幹 想要把李文中踹出去 想要讓陳佩琪來接手 所以這時候我們講了 為什麼這個契約 才會產生一個重大的爆炸點 而且不只是這樣 你想想看 跟他曾經同事過的叫做彭政生 彭政生是什麼 他們是一起幹壞事的人 什麼叫一起幹壞事 就算我們今天先不談收回 圖利罪這個東西 彭政生跑得掉嗎 邵秀輩跑得掉嗎 為什麼今天邵秀輩氣到說 他的律師跑出來講說 我跟你講柯文哲這個人 你壓定了 一定壓 壓定了 代表這兩個人都見到了柯文哲 遇到事情 就要把所有的鍋 就要把所有的帳 通通我踹給李文中 我踹給李文堅 我踹給彭政生 我踹給神經經 我踹給曉輝 我通通踹給別人 所以這時候 最有指導的一個結果 所有他身邊的周遭的人 通通縱犯氣力 咬對著他咬 而且今天才聽說 雖然只是小帥 你今天非常收押境界 收押境界的時候 你說明知他違法 你還執意為之 你執意為之 你還貫徹意志 貫徹意志 你招然若接 這個東西我就認為 你今天有圖利的事實 但你只是圖利嗎 沒有 他今天講得非常清楚 其實這個法官 雖然都在地院 雖然沒有新的市政 可是對於這個市政的認定 對於市政的叛徒跟解讀 竟然跟前面一個法官 完全不一樣 他講得非常清楚 講得非常清楚是說 柯文只是在跟 殷小微便當會之後 積極介入金華城的案子 對於幕僚 提醒金華城 有這個所謂的違法 你還是蓋贓放行 後來沈晶晶論功刑場的時候 你的契額 帳戶出現不明的資金 還有柯文哲的手機有對話 刪除的記錄 這個都被認為 法官認為你是畏罪刪除 保倫哥這時候有一個很關鍵的 第一個他證明 柯文哲智商真的一五七 因為從頭到尾他是一個主犯 各位聽清楚了 他是整個金華城市的主犯 再來第二件事情 為什麼檢調知道說 他有把記錄刪除 這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檢調科技發達把它回復 第二個 我對照李文中的手機記錄 跟你的手機記錄 不一樣 李文中有你沒有 所以他們這時候才想說 你有刪除 對 你有刪除 可能再來我從對話記錄裡面 他說我看到了什麼 各位你要仔細聽 李文中是一個子 子子的嘎人 他說顯示 對於自己相關帳戶的 親流 掌控 支配 拒細迷移 緩緩相扣 親民幹練 代表我今天 柯文哲有三個帳戶 我這邊放2500萬 這邊放2500萬 這邊放2300萬 我怎麼挪 怎麼以4500萬 1300萬 你怎麼來怎麼去 柯文哲說什麼 倒不知道 李文就給我 檢調在想說什麼 你說謊 親民幹練緩緩相扣 因為是你交代了 從頭到尾就是你交代 處理這件事情 而最後竟然背後 還牽扯出一個200億 我們講的獲利所得 很有可能的不當得利 最後還幹嘛 不只是這樣子 在我們講的 沈慶晶這個傢伙叫做有行賄 因為他論功行賞的時候 我今天這邊給500 這邊給200 這邊給300 而沈慶晶整個大水庫 至少我們講1.8億 甚至有人講到上漢5億 但這些錢 目前至少到5000萬 而且就連這5000萬當中 都有一千多萬的不明流向 那我就請問一件事情 今天沈慶晶是傻了嗎 你是主謀 你是主辦 我會給你的重辦 我會給殷曉威 我會可能給彭正森 然後我不會給你柯文哲嗎 你當我法官是傻了嗎 怎麼有這種可能 而且更誇張是你跟沈慶晶見景 這邊他都知道了 對 他就說你是在我們講的 整個方案完成 也就是會議結束了 因為柯文哲講說 他是在選後的時候 跟沈慶晶見面 他說沈慶晶說選後的時候 他心情不好 所以帶他去投出議員 他說沒有 他說你是在犯了 圖利罪之後 一樣跟沈慶晶見面 這兩個重點 第一個他訂掉2021年 當10月份我們講的 金華城840%龍基拍板 訂案的時候 你已經設辦圖利 在電的事情 從2021年到之後 你有沒有見沈慶晶 有 那你見沈慶晶去哪裡見 絕對是逃出議員 有沒有唱歌 有沒有相關的金流 有沒有交代 他的意思是說 你絕對不只一次 去逃出議員 所以你說不懂公文也騙 金流你也騙 逃出議員你也騙 從頭到尾 你這家都在騙 而且還有不明金流 進到你的帳戶裡面 他講的金流 你有不明財產 不明來源財產 所以他就是意思說什麼 客戶者 土地罪第一條 第二條叫做 來源財產來源不明罪 你也訂了 而我們現在根本 沒有要緊急於此 因為你從頭到尾 口供避重救星會翻供 而且跟所有人 跟彭正森跟沈慶晶 代表這些人已經煩咬了對不對 你的論述 你的口供竟然都不一樣 所以選而易見的 我們現在 為什麼我一定要把你擠壓 我確定你是土地了 我也確定你才能源不明 但是我嚴重懷疑 甚至是我有非常把握的確信 事實上你是所謂的收賄 也就是第四條 十年以上有清楚你的罪 但是我如果現在 不把你柯文哲給壓下來的話 那你會幹嘛 湮滅證據 你會幹嘛 如同當時我們去踹門的時候 你一個小時不讓我們進去 是不是在串供 是不是在湮滅證據 是不是在刪手機記錄 換言之你在企圖讓我們 阻止讓這個案件 從五年的本刑 升級成十年的本刑 所以對於這個 有兩百億的重大事件 我法官該怎麼辦 我一定要把你壓起來 因為我如果不把你壓起來 我沒有辦法阻止你 我沒有辦法讓這麼大的獲利 最後面能夠插個水落石出 好 所以回程 我們現在回來看到 這個十年前 真的讓大家感慨外見 十年前大家對他 有這麼高的期待 你想想看 一個素人 台北市長是現在 只取總統最近的位置 大家講 相隔在仁愛路的兩邊 包括陳水扁 包括馬英九 都當過這麼重要的位置 這個是未來的燈籠之道 你完全沒有任何政治經驗 你沒有任何的政治背景 台北市民竟然讓你贏了 連勝文八十萬票 這麼高的這麼大的力量 把你捧上了這麼大的政治位置 你沒有任何的感恩 沒有任何的感謝 你驕傲自大 剛愎自由 搞得知道嗎 十年一決台北夢 贏得土城 這個所謂的狼狽名 你也太臭了吧 是 而且你知道嗎 十年前也就是2014年的9月5號 你剛剛看到這個畫面 他簽了公民憲章 我們特別去把他的公民憲章 簽是什麼內容 把它仔細 他說要把台北市打造成一個 透明 公開 開放 無私 多元 參與 對話 合作 分享跟包容 你這個每一個都寫的 裡面都有細節的內容 其中我最火大的就是公開 因為你知道 他說要公開這個部分要幹嘛 消滅特權 公部門的資訊充分揭露 公共資源 公民...全民共享 消滅特權 他當時說什麼 他當時說過去的政治人物 都跟財團拿到刀叉吃人肉 他說他上來之後 他會像大象一樣踩死 那些螞蟻 那些螞蟻是誰 就是財團 十年之後的柯文哲 他到逃捉影院 不知道幾次一起高歌 然後現在的柯文哲 十年之後的柯文哲 他不是拿刀叉吃人肉 他是直接生吞活潑 對於所有的犯刑現在一推二五六 所以我就想到 沒想到十年前說要把所有特權消滅掉的柯文哲 現在卻一手幫他的特權財團 開了一個後門之路 而且今天非常尷尬是 當時他得到多少的支持 多少人必須一個擁帶 可是最尷尬的是 我們剛剛看的畫面 他今天進到了土神的時候 有一堆人歡迎他 有一堆人迎接他 那不是柯粉 那都是柯黑 說什麼 今天柯文哲在土神的選擇柯文哲 你今天用進他進他 你進到這個監獄面 狼狽不堪 而且剛剛講到 今天台北地獄 雖然都在台北地獄 沒有新的事證 可是今天已經是把你整個定罪 非常的明確了 你不但有犯意的事實 你不但有徒利 而且你明知違法 執意為之 更可怕的是 你的老婆 你的小孩 都牽扯到裡面了 是 寶傑哥你知道嗎 這一次法官他採取一個 非常不尋常的 也就是說他為了要保護柯文哲 本身的一個防禦權 所以他說8月31號 以前所有東西 我們這一次還是就這樣看 8月31號 也就是從9月1號開始 新的事證 完全不在這一次的積壓庭 要討論以及要審說的對象 8月31號最重要的兩個人 包括這個邵秀 邵秀佩 邵秀佩 然後再包括就是彭震生 彭震生根據媒體報導 他在9月2號是 一開始完全不配合檢報 而且就坦承所有的相關情況 這兩個最重要兩個人的證詞 這一次都沒有參考在裡面 所以你就知道 在沒有這兩個新的一個 事證之下 他都做成一個保底 至少是圖利罪 收壓境界 不能通信 然後行賄這個部分 非常明確告訴你 柯文哲有不明的金流 有財產不明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個相關的財產都還流入自己 妻兒的帳戶當中 他自己本身甚至是去支配 這些相關那個金流的流向 所以他們家拐簽的是他 對 而且我跟你講 如果一張查下去之後 你就知道 再加上9月2號之後的新市證 你會發現他們家牽扯在裡面 不會只有柯文哲 陳佩琴我看應該也會因此而受難 而且你說你今天看到這個財產書 你覺得非常恐怖 那只是起身報 那只是剛開始 接下來剛剛講的 你現在五年已經確定了 五年確定的你剛剛講 那所有的案子都有可能突立 還有光是這個案子 他的市證 他的人證 是一直疊加進來的 是一直疊加進來 剛包括我們剛剛提到的 邵秀沛這個部分 邵秀沛是一個非常直接就咬住他 因為你記不記得 柯文哲從來沒有幫人家講過好話 結果他這次出來講什麼 我要幫邵秀沛講幾句話 對 蓋章的那麼多 怎麼能整個算他身上 對 所以為什麼他要保邵秀沛 因為邵秀沛事實上就是從頭到尾 都負責這相關所有放寬 給這個金華城特權 給他這個容積獎勵840% 甚至連這個所謂的20%的容積獎勵 都是在易小威的辦公室裡面 撐出來的邵秀沛就在其中 所以邵秀沛的口供非常重要 如果他咬住柯文哲 可以說是給柯文哲 收賄行為這個部分一刀斃命 再來就是金流這個部分的流向 那金流這個部分的流向 李文中 我們昨天不是會特別講到 大家就說李文中 瞬間竟然做變成被告 如果是跟他妹妹一樣 都是所謂的衛造文書的話 他妹妹早就已經是被告 沒有道理李文中在這個時間點 才變成被告 後來發現原來李文中被被告 是因為背信 背信 背信就代表這跟公司有相關 所以跟募可公司是有相關 到目前為止 這整件事情 所謂的不明帳的這個 假帳的風波到現在 掏空禁總 圖利募可 募可公司到底他的股東是誰 柯文哲 你是不是募可的股東 募可所有從那個禁總賺來籤 有沒有回流到你柯文哲 他的私人帳戶 然後包括這所有的一切一切 柯文哲到現在事情發生了一個月 他沒有跟我們交代一句話 就連最簡單的 你是不是募可的股東這件事情 他從來沒有直接講過 而且更可怕的是 當時不是金華誠案已經報了嗎 報了以後 他就跟他的一個清楚有一個對話 對話裡面 照講我們現在看金華誠 對你來講也就是天大地大的士氣刀 他說沒有 他說真的很可怕的是 李文中非常可惡 第二個是你幹嘛去告這個端木證 讓這個事情不可收拾 第三個真正可怕的是 真正可怕的是 這些的資料 全部都在調查局面 木可公司的帳 都在調查局面上 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而且法官已經在裁定書 講得非常清楚 所有的金流 包括留下 包括掌控 包括支配 柯文哲都非常清楚 所以換句話說 柯文哲之前說 他們4300萬買那個商辦的錢 從哪裡來 是從他1.2億的選舉補助款進來 如果是選舉補助款 你就把會肯單直接弄出來 就在這裡是火會的 為什麼到現在 你黨不拿出來 還講說 他講得很妙 是李文中匯給他的 那我就非常好奇是 這筆錢是進到哪裡的 這筆錢是進到民眾黨的 需要民眾黨的財務長 才能夠會的 那怎麼可能是你李文中可以會的 那不是進走的事耶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說我都不知道 他很誇張 他就推給李文中 推給誰 投給你朋友就算 他還把這個我都不知道 推給誰 推給他的太太 陳佩琪 他不知道 誰買房子 4300萬誰買 不是 因為陳佩琪買 所以換句話說 你由這裡就可以看到 柯文哲真的是 可以吸得玉帽 吸平得 只要我不死 每個人都可以推去死 所以這一種為什麼 到現在會演變成 50年的老朋友李文中 要跟你反目成仇 然後為什麼會演變到 跟你解法一輩子的陳佩琪 因為你可能深陷險境 現在搞不好 也會有相關的形式 變成是第一女車手 所以我覺得這過去這十年 我們所有人對柯文哲 有多大的期待 現在十年之後 我們就對你有多大的失望 好 再不懂 今天就跑出了一個 非常有趣的新聞 兩則 第一個是李文娟說 我都不知道 木可公司真正的負責人 真正在處理事情的 都是我的哥哥李文中 然後李文中今天就是 用背信變成了被告 第二個就是 今天傳出來說 木可公司 他發票不夠 發票不夠怎麼辦 他就有假發票的事情 結果問到黃再三 黃再三說 木可公司沒有假發票了 木可公司只有虛報 沒有假發票 那別人就在問 那木可公司現在的負責人 到底是李文娟還是李文中 他說不 我不是木可的人 我不能去做這個說明 你不是木可的人 你知道木可公司沒有假發票 只有虛報 那人家問你說 木可公司的這個 所謂的負責人是誰 對不起 那表示 木可公司的假發票 是一個不可說的秘密 也不是 因為這個我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柯文哲是一個很霸道的人 所以柯文哲 黃珊珊 黃國昌 這一批人 他們是一個很低級的 這個詐騙集團 因為他全部都聽柯文哲的指揮 那這些人犯罪經驗又不足 因為頭那個本身的 這個1574的 碰到犯罪的時候變笨蛋 為什麼 因為他有一個習慣 他不分人家錢的 不分錢的 他錢都一個人端回家的 獨實 這個我可以證明嘛 對不對 他拿他錢都拿回家的 他通常不拿 你看他整個選舉過程 他沒有給任何人錢 對 都他一個人在花嘛 對不對 所有的立委沒有分到半毛錢 對 沒有任何人分到 而且買衛生紙還自己付 對…但是黃珊珊很特殊 我們另外再談 在等著案子發展 但我要這一件 就這兩天而言的話 本節目在台灣發生 做了很大的影響力在哪裡 昨天我跟你是不是在推估 今天會百分之百收押 對 我還不相信 結果收押了沒有 收押了 我們推估上個禮拜五的早上 七點鐘要去他家踹門 對 結果踹了沒有 踹了 所以我們兩個都準了嘛 我不準 你準 我還懷疑你 那我這是算命算來的嗎 算來的嗎 還在補掛嗎 不然呢 當然不是嘛 我們這個資深的媒體人 有這個推估未來的能力嘛 那我們現在要推估下一個未來 下一個什麼東西 柯文哲的未來 柯文哲的未來會變什麼情況 會怎樣 我先告訴你幾個 先跟你講 第一個他會收押四個月 他會滿期 因為一期兩個月 對 收滿 那因為 北檢 檢察官對他沒有期待 所有的標記物在他身上 也就是說 將來的判刑的主要標記物是柯文哲 對 所以柯文哲沒有跟檢察官協商的空間 沒得談的 沒有協商的空間 那有協商的會豁免的人 只有兩個人 一個彭政生 一個沈慶軍 對 我相信彭政生已經談好了 不用談了 已經豁免一部分了 自白可以豁免二分之一 那最重要最重要 按照現在 這個法官的裡面的裁判書裡面講的 200億這個規模的算法的話 那最重要的這個 談判對象是誰 就是沈慶軍嘛 那沈慶軍我認為他撐不了四個月 對 他一定會 他一定會自己會來爭取他的污點證人 對 那會全部豁免 那全部豁免的情況之下 那這個所謂的犯罪的要件 就會從第六條提升到第四條 就是基本本刑 十年以上到無期徒刑的罪行 那這個時候 柯文哲會變怎麼辦 柯文哲將來會關到滿四個月 或是征判 這個整個征判的期限 要到上訴的時候 他把柯文哲的人 跟他的犯罪的試證 全部移到北院對不對 這時候就有一個接押亭 對 那個在這個桃園 也看到一樣的情況 但桃園的時候 桃園地院不接 就讓鄒文哲回家了 對 對不對 可是因為這個事情罪行 我判他要到無期徒刑嘛 你的意思說 阿伯進去以後 再也出不來了 我先跟你講 到達四個月以後 那院方就接押了嘛 對 接押以後就沒有期限的規定 只要你有可能被判刑 你有可能脫逃 我就把你壓在裡面 而且他還有很多案子在接著 所以說 我說大概三十年左右的刑期 所以他這個 從這四個月 會搞到被院方接押 然後呢 院方接押之後 就持續就開始執行 就開始就進行所謂的 這個院方的這個訴訟程序嘛 那我今天問了我一個專家 他才在上你的節目 我沒有問專家 我不敢來啊 我問了吳宗憲立法委員 他是老監 他是老檢察官 他說 我說我宗憲 我說這個搞會搞多久 會不會搞到十年 他說不會 他說這種刑事案件 兩到三年之內就定驗了 所以柯文哲 我告訴你 兩到三年內 他都會在監牢裡面度過 然後後面會判二十年 所以我告訴你什麼意思 出不來了 出不來了 他今天六十五歲 他會在裡面一直關到死 你知道嗎 那我現在講什麼意思呢 我今天在分析這個事情 有一個重大意義 我告訴你 坐牢的人有兩種人 一種人坐牢 會關了會出來 對 出來大家對你會出來的人 老大嘛 因為他所謂還有張款嘛 對不對像阿扁很多人 現在還是榮譽黨員嘛 榮譽黨代表對不對 那他不是 他這個柯文哲 關在裡面一直出來的話 那這個外面的這些人 就這些護邀館 館長啊 這個黃國昌啊 他的這些鐵粉啊 會怎麼樣 散了 丟包 會把他丟包 阿伯被丟包了 阿伯一個人去關吧 我不要跟你扯了吧 所以他會面臨到最慘的命運 不是在未來兩三年後 是我現在這個推估如果成立的話 這個無鐵嘴 無半仙啊 成立的話 他會被判刑以後 一直在裡面關 所以黃國昌會露出 非常醜陋的真面目 這個第一集下流的黃國昌 就會去爭這個民眾黨黨主席 立刻就開始什麼 把民眾黨去柯文哲化 被黃國昌化 這民眾黨的未來的新領導人物 就是黃國昌 他會狠狠的吐口水 踹柯文哲一擺 把柯文哲踹到水溝裡面去 然後以後就變成 柯文哲就變成台灣的歷史人物 最髒的貪污犯 好 玉鳳 是 檢調真的這麼可怕 你說現在檢調剛剛講的 檢院雙方 院檢雙方 都已經有共識了 他就是犯罪 而且犯罪更可怕的是 你說所有的人都髒了 對 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大概昨天知道 因為高院已經有裁決下來了 裁決下就是什麼 把地院的原審的判決 把它給廢除掉 所以今天開羈押題 可是從今天早上開始 你會看到這個節奏 非常非常的明快 大家都覺得說 哇 那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是不是要弄到三支 半夜 弄到半夜 結果沒有 五點半 對 早上九點半 就告訴大家 來 趕快進來月券 而且告訴大家一件事情說 你不要再看新的東西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我舊的就可以鞏固了 就鞏了 對 那你為什麼敢講這種話 你聽說本來以為說 我的新市政不列入的意思是說 我要等於說什麼防禦權 我要對柯文子比較好 就不是 因為如果你可以去 調閱新的市政的話 你三個律師都可以調閱 調閱的話你會浪費時間 你會拖延時間 這個法官 我一秒鐘都不讓你浪費 對 就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我們九點半開始 中午過後就開羈押亭 所以你們不要再搞小花招 不要再搞小動作了 可是這種事情來講的話 過去來說 北檢他不會答應 我們就是有些東西 如果他看狀況不對 我們馬上丟私人出來 我們要把它壓起來 結果北檢竟然也說 好喔 沒關係 我們也答應 對 然後大家覺得說 那你這樣子 會不會變成無限循環 那你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壓不起來 結果開了之後 家庭開了便宜之後 告訴大家不用急 下班前跟大家講 你有看過這種的嗎 下班前跟大家講 然後準備一台 一個人的單人求車 所以果然柯文哲主席 就是上了求車 所以大家才知道說 原來北檢的東西 原來是夠的 然後北院昨天的法官 已經看到了 因為是高院 昨天丟出來的 所以是用昨天的法官 所以昨天的法官 那我就不懂了 一模一樣的東西 為什麼兩個法官 會有南原北社的 這個所謂的判決 對 但是把這東西 拿出來之後 你回頭去看 你會發現說 其實在這一個裁定書裡面的話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一個一個看過來 其中一個這個東西 扣按手機對話截圖顯示 這個東西我們看到 就頭皮發麻了 你知道嗎 如果有犯罪的人 大概口頭講講就好了 不會用Line 因為Line會被還原出來 這個地方講的東西 都是什麼一個重點 手機對話跟手機對話截圖 這是兩件事情 保健哥你今天跟我有對話 我們兩個是手機對話 截圖是一個JPG圖檔 JPG圖檔你知道嗎 只要檢察官拿到之後 插進去之後 他可以把截圖全部叫出來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柯文哲主席 跟別人在對話的時候 早有截圖過了 都被人家截圖了 而且你會截圖的人 代表什麼意思 每一次跟帳戶 跟金流有關係的 我都會截圖 都保密了 都已經留下來了 然後你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就是一件 我就可以把它給拉出來 拉出來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跟柯文哲主席 對話的這一個人 早就覺得要自保 自保的 對 要自保的 所以這東西拉出來之後 你就會知道說 原來所有東西 都被人家備份的 另外來講 他還講到一個東西 支配 彼此帳戶的金流 掌控支配巨細迷移 環環相扣 環環相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 我們看的不是一個案子 北院看知道說 北檢你查的不是一個案子 因為你一定有其他的案子 所以轉來轉去 就是你後面的那些四大案五大案 這些東西弄起來之後 環環相扣 所以剛才武董講得非常的可怕 你知道嗎 現在柯文哲主席進去之後 對 他會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武董講的 這個在兄弟裡面來講的話 叫做一票完到底 一票完到底 就是你買了一個遊樂園的票之後 進去出不來了 你進去以後出不來 因為你的帳戶怎麼樣 彼此的金流 支配巨細迷移環環相扣 你只要拉出一個 拉出第二個來 你這東西來講 你可能就跑不掉了 好 所以有沒有 剛才講的 這個環環相扣是 現在李文忠也被列為被告 而且是背信的 所以現在這個案子 金華城城是剛開始 他會遍地開花 如果這個真的遍地開花 你不要講 你每個都是背信罪的話 五個背信罪就是二十五年 如果你今天是十年以上 那不知道 這個累加起來 柯文哲真的是老底要坐穿了 我認為柯文哲未來在面對 接下來的幾大案的時候 他的態度當然是非常重要 而且現在北檢已經把這幾個案子 相關的關係人 當然北市科也都叫去問了嘛 陸續節奏可能會越來越快 想要進行這個收網的動作嘛 那我覺得綜合來說 當然柯文哲他自己 要負最大的責任嘛 因為你看他在第一任市長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有幫他把關喔 這些優質的幕僚 都幫他守得很好 包含當時的蔡壁如當他辦公室主任 也會幫他擋住一些財團 想要來喬事情的 那為什麼柯文哲到了第二任的時候 崩壞的速度卻如此的快 我昨天在講說 金華城的這個金華廣場開工的時候 那為什麼在上面這所有的貴賓 就是跟他這幾大案的人 都有關係 你看 但是當天喔 除了台新營的吳東亮董事長 因為他當天臨時有事 他沒有出席 但是你看中華工程的總經理 他們做了什麼 這個漁果市場嘛對不對 然後呢這個剛剛講的金華城 然後星光銀行 星光銀行也來了 那北市科跟星光的家族 是不是有很大的關係 那今天又有其他的市議員 又爆料說原來金華城 他整個高達一兩百億的這個連帶案 也是給星光銀行去承 保鮮哥你知道 都是一群人 對 那麼大的金額一般來說 會去找公股銀行 是大家認為比較有保障的 結果你卻又找了你們這些政商關係 那幾不是會讓人家聯想說 你柯文哲的金流人脈關係 是不是都是由省慶金這邊 串出來的 那如果假設 有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檢調他當然接下來的這幾大案 他在調查的時候 也會循著這樣子的脈絡 那剛剛有講到李文中 他當然是柯文哲的大帳房 所以他是最了解柯文哲 從市長時代第二任的時候 他當這個辦公室主任 一直到他後來選總統 他所有的帳 最清楚的人叫做李文中 所以一旦發生破口 去突破了李文中 包含柯文哲現在手上的這些手機 為什麼他之前一直強調說 他剪掉又沒收了他的手機 對不對 他在害怕什麼 今天就在害怕這些事情嘛 對不對 那我覺得民眾黨 接下來要面對一個 可能沒有柯文哲的民眾黨 但是你看他們今天的聲明 又在質疑檢調 好像就是順柯者昌 逆柯者亡 這個上一次的法官 只要判他無保請回 我們的司法就活了 但是如果你騙他有罪 你的司法就死了 一下活一下死 所以證明說 整個民眾黨的未來 就是跟著柯文哲 綁在一起了 已經沒有辦法分離了 所以他的一個政黨長期的經營 為什麼今天黃國昌偷偷的笑 笑得這樣子皮笑肉不笑 因為他的 OK 他是忍不準得意的笑 我跟大家說黃國昌 他的業界江湖走跳叫做什麼 政黨的收割機啊 從以前時代力量 你在笑得這個樣子 對 到現在的民眾黨 黃國昌他現在在想什麼 黃袍加深嘛 他未來可能就是要取代 柯文哲的被位主席 他每年還有1.5億的補助牌 對 他未來來領導立法院 還有巴西立委 巴西的立委 大家也不要忘記了 還有2026年的議員的選舉喔 那這些地方的議員 包含未來市長的提名權 還有他們巴西立委 到底要做2年還是4年 都有可能是黃國昌說得算耶 難怪他今天笑成這個樣子耶 是嘛 所以就是偷偷笑 看手機偷偷笑 所以這就代表黃國昌的野心 已經都在他的臉上了 那黃珊珊呢 剛剛講偷偷的走後門 對 偷偷的走旁門 你覺得接下來的這幾個案子 黃珊珊能夠置身事外 能夠說他什麼都不知道嗎 我恐怕這樣子剪掉 也沒有辦法相信吧